好来看到这有一名的郑姓彩券大盗 在日前偷了彩券之后 得手了133张 然后呢他到了另外一家的店家 去兑换中奖的三张彩券 离开的时候因为行踪很可疑 巡头警方盘查发现 他是怯盗通气犯 一追查才知道他刚刚犯案 而且去年他偷了同一家业者时 带着假法来掩护 被抓的时候还装傻 说自己是秃头 这些男子偷彩券招数很多 我们彩券上面都有编号 然后他就就是要找这个编号 这一本的哪一个编号 这一本的哪一个编号 因为那个编号100张里面 就只有那一张 所以我只能一本一本挑给他 挑号码分散店家注意力 第二招彩券分叠 其中一部分故意摔落地上 Money的后面有过力 你准备要放过去了 好要放过去了 好放过去了 要放过去了 还塞在下面 结果后来掉下去 掉下去然后他就捡 先犯神情自若 然后使出第三招数 用电脑掩护摸走彩券 悄悄塞进口袋 接着拿出17张自己带来的彩券 兑换8000多元 继续假装还想买 趁机再偷 超镇定20分钟偷走133张彩券 价值17000多元 这次用帽子掩护长相 上次偷同一家业者 则是戴假发 然后就扯他 结果发现他原来是戴假发 他警察带他回来模拟的时候 他一看监视器画面说 他那个是有戴头发的 但是我是秃头 去年被抓还狡辩 过去两年来 嫌犯又偷又强 彩券行高达7次 这次再度犯案拿其中三张 到另外一家兑换 离开时 鬼鬼祟祟 被巡逻远警抓到 发现他是窃盗通气犯 顺利破案 绝对新闻 阿公亚麦带秋容 台北报道